在酒店做了20年的金酸汤鱼 真的是藏不住的 我来教你在家简单操作 一般选用黑鱼 因为它的肉质紧密不容易散开 所以切得越薄越好 这鱼片切完有一个处理环节很重要 往水里面加点盐清洗干净 这样的鱼片不腥 而且色泽洁白 准备葱姜清水 直接往里面加盐和料酒 我也想让你一次性成功 所以用专业的角度来教你 整体的鱼幕要发生了 朝同一个方向不断的搅拌 这鱼片能够把这些汤汁全部吸进去 后下蛋清继续搅拌 让它吸收 再来下淀粉 腌制东西有先后瞬息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叫做菜我只讲干货 点个红心吧 感谢哦 最后下清油 这样子色泽灵量 不易结成一团 锅中先把葱姜蒜小米椒炒香 下适量的清水 金酸汤料 一包有两小袋 下一小袋就够了 下菌菇和泡好的粉丝 左手先捞起来电盘底 烫鱼片的时候 水不要沸腾 不然会把淀粉给冲散掉 应该是先下锅 然后再开火 烫至鱼片结白色就可以出锅 最后香菜点缀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你要是在学不会 准备好鱼 我去你家教你